来 干杯 庆祝我们终于打败了南风斋 那汤泽和韩文芳也无计可施了 怎么了嘛 难道就不能庆祝一下吗 阿娇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 汤泽背后之人 傅太师 不就是个太师吗 难道他还真能让官家一直照令 就不让其他人做药材生意了 你还真是对权贵的力量一无所知啊 照令应该是不会 不然的话吃相太过难堪 如果真的把这药材生意 和盐铁生意都归为官营的话 这傅太师也很难从中余礼 不然的话他早就这么干了 那不就结了 吓我一跳 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 我呢 早有对策 什么对策 什么对策 以不变 应万变 老爷 那您这还不是没主意吗 许清家